歡迎來到肥歷士Channel 今天要告訴你怎樣保證你一定租到樓 就算你養狗的話都沒問題 還有是不需要你搞水、電、氣體一切都不用自己申請 來到舒舒服服起碼給你住半年至36個月 有些什麼option可以做得到 不單止租到 而且我覺得在英國和香港 你所有的錢應該都不要亂用 你要有這個投資的概念 投資概念是怎樣呢 其實你租樓你都不要想著租樓怎麼投資 租樓當然不可以投資 但你來英國是整個portfolio 你過來的時候是有process的 你中間的process究竟應該怎樣調動你的資金 應該怎樣放進去租樓買樓 或者你長期租或短期租 你應該要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你先好去實行過來這邊要住在哪裏 那你住在哪裏呢 其實那是你自己可以決定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你住在哪裏 原來你還有option可以選擇 究竟你怎樣住 這條片就是講這件事 其實訂閱了我頻道的人 都知道究竟在這裡學到什麼 在這裡學到什麼呢 中間就是你的family 很簡單 其實我講兩樣很重要的東西 你在英國呢 一旦你結束這兩樣東西的話 你所有東西都可以慢慢去處理 包括是什麼呢 你的housing 你住在哪裏 你怎樣住 你plan多久 還有有些人就告訴我 他patreon告訴我 他可能住短時間 他想試幾個城市 然後才落實究竟想住哪裏 他那樣很聰明 有些又不是的 有些是因為學校已經穩定了 可能是國際學校一早已經申請了 所以他收了之後他就要住那裏 另外有些呢 他就說來到拿到地址 才再去找local school 給小朋友去讀那間學校 其實任何方法都好 都不要緊 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地方住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你要駕到車 你要識得四處去 如果你說搭車沒問題的 你搭火車呢 你可以去到很遠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能經常揹著袋 去幾個小時trip 然後去到再找地方住 然後又回來 其實還未夠理想 所以這裏便宜又可以 貴又可以 你買車呢 我覺得是必須的 反而你覺得 應該就是要有一部車 還是兩部車 還是三四五六部車 這個我覺得反而是 minimum 你應該要有一部車 你才可以travel到整個英國 好了 你說電車 還是油開車 還是電油車 你這些看我其他片 我已經講了究竟應該怎樣去買車 好了 還有兩樣東西 有Michael Macro Macro就是大圍去看一件事 你live在英國 其實有一個大圍的concept 你需要有 你才可以live得smart 所以我有不同的片 講生活大智慧 究竟你在英國生活的話 你怎樣在裡面work得smart些 live得smart些 spending 洗錢洗得smart些 這些就是我在Macro有提及過 這些是大圍的concept 好了 去到真的要買一些specific product 我有些片 是recommend 你有哪些產品是值得去買 沒有說一定要買的 是值得去買 所以你就加入我facebook的page 至於生活小知識 就是一些micro-living的skill 那你就可以在patreon裡面 我frequency很多去update 原因是因為youtube實在太慢 去做一條片 是我做得慢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做一條片都很浪費時間 所以你join我 或者subscribe我 我的channel的人 你其實在中間 就是有這些benefit 在tick 但是也要 多謝你們的contribution 因為你們看我的片 不skip片 真正在幫我 還有多謝所有patreon 支持我的人 下面條link description去patreon的page 支持我的人 可以令到大家 繼續有高質素的片 所以thank you你 好了 那我們繼續去 如果你未subscribe我的話 你應該要看到兩條片 令到你有信心 你就按個subscribe button 如果你已經subscribe了的話 我覺得perfect 因為你會繼續收到notification 是可以收到我下一條新的片 可能直接跟你息息相關 Imagine一件事 你要發生一件事 before你發生 你已經有knowledge 跟你未有knowledge 的話 是可以的result差很遠 所以我建議你 強烈建議你 subscribe我youtube facebook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還有一樣 如果你是我長期支持者 都可以還給朋友 send link 令到他們一起可以 smart spending great living 好了 今次開始了 題目就是 究竟我們有沒有選擇 其實我們如果租酒店 其實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問我租酒店的情況 你們個個都認識 但所有人都知道 你來英國沒有理由租酒店 因為它的成本太高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不可以在酒店煮食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來英國不可以煮食的話 你的消費是非常之高的 你真的留下一個星期 你都很大問題 所以其實你酒店 其實是差不多不用想 好了 有些人就說 住在朋友 住在朋友 我要提醒大家 住在朋友 朋友都有成本 你記得你要offer什麼給他 你不是offer洗碗 不是offer跟別人拖地 或者掃地吸塵 不是這些事情 你應該 如果你住在朋友 你要offer一些錢給別人 因為別人要給控制 要給水費 要給電費 要給一切的費用 但其實他給你一個房子 他又不好意思 你知道中國人不方便 去問別人拿錢 但你是他的朋友也好 就算我覺得 如果你說是親戚也好 小小的支持 他一定是appreciate 除非他不收 他不收就沒問題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你要主動給他offer 你就可以住在朋友 因為你真的很好 如果你有朋友 可以take care你 你借到一個小房子 你不要打擾別人太多 如果你住到一個月兩個月的話 你隨時可以讓你認識很多東西 在那個區域 你不用浪費所有的錢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未是一個family 可能假設你一個人 或者你一兩個人來的話 你考慮一下這個就是option 但要早一點就是 我想contribute少少的費用給你 希望你會接受 大家不是這樣舒服嗎 OK 如果你是remote去買 或者租又怎樣呢 remote買和租 我不是說不好 其實很好 如果有人可以跟你 take care 一切的東西 去用心跟你去做的話 我覺得perfect 這個東西 但如果你未看過那個單位 你真的買的話 我就真的不太recommend 因為你隔山買樓 你如果未看過當區的話 你是不會知道 究竟是否適合你 適不適合你呢 不是說一個適合的字 看了就是安不安全 地點好沒有 上網隨便搜尋 警察有沒有什麼搶劫案 不是這樣看這些資料 的單位是否適合你的 你一定要來看 要親身看 租樓我覺得反而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租過一年半年 就算最患的個案 不適合你就算 但是租樓都不夠我 待會兒影片所說的一個方法 怎樣可以令到你更加舒服 好了 我撇除了這些 就是我會打個交叉 我就不會做這些方法 好了 我有些片說Airbnb Airbnb 你都知道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怎樣租到一些 可能便宜20% 3% 就算便宜50% 都有機會的Airbnb 好了 那條片又說了 但是 你來這裡住Airbnb 通常不prefer 你住超過兩個月 所以你住一個月 我覺得他很開心 你住兩個月 開始他們是不取消你的 所以你Airbnb 未必可以住太長時間 好了 再去有些人說 住在車 即是旅行車 很厲害 有片你看到 是住在旅行車 那些是地膽 如果你住在旅行車 那些是本身在英國玩開 他知道怎樣玩 你想想 你來英國已經頭痛了 你還何來可以買到一個caravan 然後還可以 可以到一個地方 即是住在一個camsite 你預約好 然後那個camsite 還要10月不生夜 還可以冬天都給你住 那些是地膽 你不要想像自己有能力 可以在香港 過到來 立即變地膽 所以 在caravan 住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玩的話 是很棒的 所以看我其他片 怎樣 告訴你caravan 可以怎樣玩 好 這次要講 就是有一個叫做bill to rent 香港 你租地方 你會發現租地方很普通 我走去找agent 那便租到 是不是 我上網看完之後 我約agent 看單位 OK拍板 立即搞定 這裏有些不同 可以說叫bill to rent 你是不需要through agent agent agent沒有問題 是commission 錢 很多人自己手上 有足夠的資金過來 所以commission一定不是issue 反而我會覺得bill to rent 不是說commission 節省了 是說你直接跟management 的office去談 的話 它是可以remote 跟你settle好所有事情 包括是甚麼 包括就是 你可以在email跟他談好了 你不用跟他談電話 你email就已經跟你談好了 如果你有需要 要一些template 怎樣去拿一個emailtemplate 你可能去patreon那邊 我那邊就有些資料 我放在那裡 你可以bill to rent 怎樣去跟他們溝通 有些甚麼要問 我type好email 你就可以copy and paste 傳給他們 讓他們回覆你 你就可以輕鬆很多 因為整件事可以很簡單 所以這條片就是要說這件事 我要去了 我經常都說 因為investment 是你們的重要concept 我在我的channel裏 未曾說很多關於investment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未是這個timing 大家都很繁忙或者很busy 想怎樣香港過來英國 有些人過來英國都未編解決 不要想那麼複雜 同一時間做不到太多事情 如果你有能力已經可以編解決 你另外去patreon 發訊息 我再告訴你應該下一步 但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要太複雜 你make it easy 你留回本 你留回本 不要亂用 留回本 用來可以做到將來的investment 包括甚麼呢 你有5mil的cash 假設有些人多些 有些人少些 假設有2000萬 現金 我講的 假設有100萬 現金 你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選擇這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租6個月的bill to rent 6個月你來到英國的話 你可能就是 剛才所說 有些人住在倫敦 想試一下大城市的感覺 但你在倫敦平時 你沒有可能租6個月的 你也很難才可以租到樓 有些人就說 我可以住6個月都可以 有些人住manchester 我住6個月都可以 你知不知有option可以這樣 包括 我可能2萬元租 更便宜些 待會你可以看到 2萬元租 他成6個月 你都是大概12萬而已 你12萬 你已經可以體驗到很多東西 還有這6個月 你知不知有多重要 重要的就是說 你不需要擔心甚麼水電煤那些 那些是optional你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自己租樓 但現在有management office 跟你take care 你來到可以把那半年 完全是utilize到甚麼 就是可以 你四處去travel 你四處去learn 關於UK 你可以拿不同的時間 你譬如以倫敦為中心 你可以去西邊 你可以去南邊 你可以繼續上北面 你可以去Bankham 你去Liverpool 你去Manchester 你去很多地方 你可以拿著一部車 你去到的了 再提一提 你記得要盡快買車 不是租車 租車 不可以租太長時間 實在太貴了 你應該就是買車 買車 然後就可以四處去 電車 如果你覺得電車不可教的話 不是的 四處充電的network已經很好 你拿著BP卡 你就可以原來四處充電 可以快充 很快都可以充得到 所以你開電車 一樣的OK 當然 怎樣買電車 你要看我其他片 不要想著我現在說買電車 你馬上充去買 你要知道怎樣買 怎樣計算 你的車可以走多遠 你溫死清楚的話 你知不知 你整個英國可以去很多地方 假設地圖你們很熟 這裡是London London如果是向西邊走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所有東南西北怎麼看呢 不是說東南西北 你一定會看 我講南面是比較暖一點點 越上得高的話 你真的會有下雪的機會 是更大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雪的話 你應該由Manchester 起步去看 如果你說不是 我喜歡大城市 感受一下整個UK的生活 重點 因為所有最厲害的business 都是在London 當然有些開始偏離了 去Redding那邊 有些technology company 但是你會發現 在這一區 都是重點是核心 所以你可以住這裡 選擇為你的落腳點 你在這裡租一些bill to rent bill to rent 我也會再說 反而你便起步在這裡 然後你開車去這些地方 全部都是大約一個小時的範圍 如果你去到Bermingham 都是兩個小時 你知不知道你去到Bermingham 附近已經是另一種感覺 我經常都不說鄉村 一個已發展的國家 就算你是鄉村 我告訴你 別人都很成熟的鄉村 這種鄉村 是那種生活得很舒適 很舒服的感覺 已經不再說鄉村人 不是說那些 他裡面的所有地方住的人 可能本身 他以前是住在London 然後他喜歡其他生活模式 所以他開車搬到別處 然後在那裡落腳 他一樣很Smart 很多人都很智能 不是代表你住得偏 就一定是 嘩 那些人會不會很荒謬 走來打劫 不是那些概念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起步 可能就是Stuff from London 起步 Stuff from Birmingham 或者 Manchester 這三個地方 都可以是你的起步點 這只是個例子 然後你開一部車 你就四處去 如果Stuff from London 你見不見東南西北 都可以去到 如果你從London出發 你分分鐘還可以到歐洲 你看 歐洲就是法國在你下面 你可以坐船 你可以開車 或者你坐巴士過去 那全部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在London 如果我住在Bankham 有多方便呢 Bankham附近 你見不見 東南西北 他就在整個英國的中間 所以你去哪裡都方便 Manchester是怎樣的 你喜歡利物浦 你喜歡球隊 你就住在Manchester 近一點的感覺 看球 你都很興奮 這就是Manchester的優點 所以你會發現 到處都可以住 你說不是 不住在第一大城市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就住在第二城市 一樣那麼好 但要回來說 你一定要有部車 你才可以到處都去到 回來了 如果我租bill to rent 跟我的Rental有什麼分別 如果我是來Rental 你有沒有發現 你透過Rainmove 你去租房子 那些agent是不理會你的 那些agent怎麼會理會你呢 就算你是哪個agent也好 其實你真的要自己看 你有沒有可能你住在一個地方 你不看那層樓去租 你會 是因為你沒有選擇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你怎麼會這樣做呢 那你又想想 又難去租 水你又要自己申請 電又要自己申請 board band又要自己申請 氣體又要自己申請 Council test 這個必定要 你一個family來到一定要 Council test 好了 你知道所有東西太複雜了 我覺得租樓太複雜了 另外一個video說過 Airbnb正的 如果你租一個月是完美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個月 有些東西已經結束到 應該要Go for Airbnb 因為那一個月 將會幫到你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不租一個月的話 你裡面的成本就會比較高 你看我另一條片 Airbnb怎樣可以跟你省到很多錢 然後Airbnb 但是他比較小 但他好處就是什麼都包了 所以這個也是好處 連Council test也不用給 這個是絕對是一個優點 但你住短時間是沒問題的 但你要記得 我們的property 不論你租也好 買也好 可能你今天還沒買 或者你很多錢也好 你是今次還沒買 你應該留些錢過來慢慢買 我遲些要告訴你應該怎樣做 不是亂來的 所有家庭 我們都有自己的requirements 所以你應該要自己去看樓 除非這層樓 你只是住短時間 你要看看2020年到2021 今年2022 大概兩年裡面發生過什麼事 在地方的升幅裡面 你見不見 London和North East 它比較升得慢一點 當然它壓大 它壓大的意思就是 你很輕易買了一層一千萬的樓 很容易你就買到 在London 你想一下 一千萬升5.5% 和我有三層350萬的 在這些十幾個percent裡面升幅 你覺得誰賺得多 不用說你也會計 因為很明顯就是 13.5%是多些的 你在說機會 在說地區 會不會發展機會大些 升幅會再多些 附近的配套好嗎 這些是另外一些option 但我會看的 就是我要留意它究竟 升幅的能力是怎樣 你不要把頭放進去 買了一些升幅比較低的地方 但我們在說投資 這是投資的方向 但我這條影片 不講太多投資 因為我覺得要由另外的影片 慢慢去大家 去了解這件事 如果你自住 如果你未有工作 或者你不打算賺工作 你應該都是full pay 這層樓 如果你過得到買 我假設你住半年的build to rent 然後就買樓 買樓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full pay 這個當然可以剩下 cash flow 你用來投資其他股票 投資其他東西 高回報 怎樣都好 但我覺得你只要未曾有 足夠的回報 去蓋你的利息的話 我覺得你都應該是要full pay 一層樓 如果你有工作的話 你不做貨基礎 沒有問題 因為你夠蓋息 你不需要每個月虧給它 這裏有個好處 你自住的樓 你不需要給這個capital gain tax 即是你買入買出之後 中間的差額 是中間的差額 你是不需要交稅的 但接著我就會再買多一層 再買第二層 那些是你投資的property 那你應該繼續 這個概念是這樣去 而這裏 跟香港的mortgage 有些不同 香港是本金和利息 是一起還的 而這裏 是有option 有些叫buy to rent 你只是還利息的 好處是怎樣呢 當你買回來收租 你去蓋利息的話 你隨時買回來 已經做到這個arrangement 所以你是可以有正收入 隨時買回來 所以你就用這個概念去買 買到幾間之後 你就開公司去買 那這裏 都不講細節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要太心急過來買樓 即是不應該在香港remote買 你過來一定要看對 你要知道哪區適合你 你要知道自己喜歡哪區 然後你要知道自己投資去哪區 那你來得你是長遠的 你不是想過來住兩年就走 那如果你想著長遠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長遠的計劃呢 那這一個 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好了 再去 那 before 去什麼叫bill to rent 記得subscribe到這個channel 在這個channel裡面 將會有很多 剛才你所看到的東西 買東西 生活 怎樣去買車 怎樣去說 Smart spending Great living 這個是我肥歷士的口號 所以你的錢 就算你有很多錢 精明的消費 真的重要 你應該知道哪一樣東西 是value for money 我們才會買它 不要買到整個屋都是東西 行不行 所以這裏我會教你怎樣做 Subscribe我Facebook的channel 因為youtube有些是放不到的 所以我開了兩個fan page 一個就是放一些 跟beauty健康有關的東西 另一個就是跟生活有關的東西 那你記得subscribe和like 那個fan page 然後再次多謝 之前我patreon 和buy me coffee的所有人 他們真的很好地對我 所以你們絕對是會 deserve for 繼續有好的quality的片 我繼續看 還有patreon的會員也是 你們記得你們可以問我問題 所以我盡有能力 如果我回答的話 我都會回答你們 好了 繼續去吧 Build to rent究竟是甚麼 Build to rent 一定是方便的地區裡面 它是一間大型公司 它建了很多appartments 你看看不同一棟棟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它裏面有很多單位 就由一個central management 去管理它們 它主要是收租的 它不會來搞你的房間 它不會有人來幫你執房 因為它的概念就是 它已經把水電的東西 connect好了 Wi-Fi已經包合不好了 你直接拖行李箱進去就可以了 那你在網上 你的email跟它 談好價錢 你上網直接選 好有趣的 你上網自己選 你喜歡哪些 不喜歡哪些 你見不記得 有些情況 有情況是不用被deposit 有free Wi-Fi 有成60個Mbps 很厲害的 有stylish 因為它有些是furnished 有些是unfurnished 意思就是 包價師不包價師 有很多選擇 有些有露台 有些有美景 你全部都可以選擇 由studio 舞房 去到三房 四房 其實都有選擇 你見不見 1366磅 我在倫敦市 差不多已經是市中心 Per month 你怎麼找 包你Wi-Fi 水電 你知不知 只是收緊你很少錢 它收緊你是100磅 你已經包補你很多東西 視乎不同公司而定 你會發現 你在足球場旁邊已經住到 你這裡根本是超方便 你旁邊又有地鐵站 你很方便 這些叫build to rent 就是由一個central management 就是由一間公司 去ticket整棟建築 它是這樣租出來給你 你直接跟它吊中間 不需要full agent 所以你也不需要擔心 什麼agency fee 接下來誰跟你申請水 誰跟你申請電 會不會拖劫進去 又沒有地方 沒有水沒有電 不會 這些已經settle好了 好了 你不要以為你真的在付很貴錢 你見不見 我這張slide給你看到 你租一個studio 可以1300磅油 你知不知 我這裡是講的London 如果你自己尋找Bermingham 你自己尋找Manchester 我保證你 你會說 嘩 抵住 所以這些是住短時間 由六個月以上 我覺得是perfect的 你要知道 bill to rent就是這麼有趣的 它允許你租六個月 minimum 或者叫 上限去到36個月 三年 你怎樣都夠 你來這裡settle 你借用它去settle你未來的plan 你不是永遠住在它裡 你都不需要 你住半年 假設你跟它預約半年 但我呢 我就會預約一年 因為你去那裡 你應該知道心裡有數 你大概是怎樣 假設你預約一年 你選擇一個是有傢俱的 那是perfect 你怎樣 你不需要期待 它的傢俱是超豪華的 總之救你住 有床 有椅 什麼都有 你只買一部電視 你這分鐘就搞定了 電視我推介 你怎樣買一部60寸 千萬不要買這麼小 買60寸 超划的 然後 高速Wi-Fi 50、60Mbps 你不需要自己去申請 不需要搞 然後 Utility 我剛才的例子 它只收你100磅 那你又可以用了 然後 如果你有車的話 你又可以租它卡帕 還要是24x7可以出入 又有Security的鏡頭 你根本所有東西很安心 還有 Council Tax 你過來租地方也好 買地方也好 你一個叫Council Tax 即是當地的Tax 你需要給 而這種是一個例子 因為我直接E-mail問他 我問了他很多資料 我確認我的資料是準確的 我就告訴你 還有我已經推介了不同的Family 去了不同的地方 他們已經解決得非常開心 因為有些是有小狗 他外面租不到 你有小狗 很難 你租到你很難 或者 人家說1300磅一個月 你要給到1500磅 要給到1800磅 別人才肯租給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地方是歡迎你 他不會來你收回你的單位 才跟你嫌什麼 然後又說要扣你錢 你知道有些人也麻煩 有些業主 你這裡沒有這件事 別人就這樣 剪剪剪剪剪 很簡單 所以 這個 我已經問清楚 你也知道 這是你可以做的選擇 你還有 你知不知道這個Post Code 你可以做什麼 你租到這個單位回來 你很重要 原來你可以找Local School 你知不知道你在香港 你已經可以租到 Bill to Rent 然後你可以拿地址 用來申請學校 超棒 你知不知道 這個 當然你要跟他完結了 你不要問他 你不要跟他E-mail 講兩句 就說我拿來申請 你地址都沒有 但你Local School 你可以申請 第二就是說 你可以買車 你可以拿你的排寶 你可以買Car Insurance 你所有東西都不需要擔心 之前我教你用Airbnb 很聰明 如果你住一個月 Airbnb 可以幫到你 但現在不用 你在香港已經結束 所以我在香港也可以買車 你看我隔山買車的影片 你就知道香港怎麼可以買到車 NR也有 NHS也可以申請 Amazon Delivery 全部沒有問題 這些地方是歡迎你送Amazon 所以 你叫Post Code 你知道多重要嗎 你在香港已經有的話 還有 這個是Property的Reply 你看他都說了 你的Post Code 是可以 他都Allow的 你們不是鼓鼓滑滑 不是靜靜地做的 你是Official 這個Management 是Allow你拿這個地址 去Apply Nearby School 是他這個Reply 是E-mail給我 是很明確 因為我擔心你們會怕 這件事 覺得是不正確 或者不正統去做 但這件事是絕對做得 OK 所以那個Post Code 是很重要的 再去 你看到 他通常在一些很重要的地方 我剛才其中一個例子 我有很多的List 你可以在我Patreon拿 但是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你自己上網搜尋了 Build to Ren 你可能已經找到了 但我推薦那個 我就放在Patreon 這個你見不見 根本就是在倫敦的核心 你不要說什麼Zone 2Zone 3 其實你就算Zone 2Zone 3 你也是一個核心地方 很近的 你進去裡面也很近 所以你發現 其實已經在中間 它很棒 這些地方 好了 還有這些Build to Ren 剛才我說的是其中一間 它自己有很多大型的建築物 已經Zettle好了 隨時Ready 你去問它 隨時你上網自己按 自己選 你喜歡有傢司 沒有傢司 你喜歡一房兩房 你全部自己按到 有些有特價的 所以你要自己看 你要按到實 有特價的資金是便宜了 它真的跟你可能15% off 但是是限制的時間 所以當你看到這條片 你應該盡快要按進去看 before你去租地方 before你去租Airbnb 又或者 before你以為 可以自己在Rightmove上網買樓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不應該做 和不好這樣做 你過來看了你才買 反而我中間 這是一個選擇 你怎樣租樓 是保證你租得到 保證我不說 你突然間 你六隻腳 人家不租給你 也沒辦法 但在這個案子上 基本上 你一定在香港也租得到 所以這是一個標誌 你不要以為錢很貴 其實錢是幫你省了很多 你剛才你記不記得我講了 WiFi你不用申請 水電你不需要在香港搞 那你怎樣搞 我問你你怎樣搞 我讓你租到一個地方 你知不知道你怎樣搞 你的水電 你不知道的話 你進去就沒有水 沒有電容 那你怎樣 你怎樣生活 反而這些不用你搞 你再記住一次就是 你先用Build to Rent 過了來英國 你住在那個區域 半年也好 或一年也好 你掌握了所有的東西 你開著車四圍去看樓 你才慢慢知道下一步怎麼做 而你的錢也是在計數機 可控制到一個價格 包括1500磅一個月 你便乘10 是這麼多 這就是你上限要付的錢 你只要付100元的儲物 租車的充電費 這些簡直是 nothing 便宜於香港 這裏充電費 Build to Rent 就是我非常推薦 你們現在還是一頭無水 或者真的沒有辦法租到樓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再說 我已經建議了不同的家庭 有些是個人 單人 他們都租這些地方 幫他們處理了很多東西 你有地方住 最重要 你知不知這個basic list 你有地方住 你可以煮到食物 這東西已經是完美 你過來已經甚麼都可以 你再加上車去哪裡都可以 所以記得 記得看我其他影片 好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晚片 即是很多正片 會繼續陸續送上 再次多謝Patreon支持我的所有Member 再次Thank you Good Thank you Bye Bye